火星是除了地球以外 人们了解最多的行星 已经有超过30枚的探测剂到达过火星 对火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但是火星探测也是充满了坎坷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探测器 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它的使命 移民火星非常显然 要比这个探测火星更加的困难 各种各样的问题 靠一个民间团体可能解决吗 难怪有人会怀疑 移民火星计划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宇宙骗局 据媒体爆料 荷兰公司火星一号 是在2011年6月23日注册的 雇员仅一人 注册地址是阿莫斯福特的一处民居 也是被诸多媒体成为首席执行官的 兰斯多普的个人登记住址 很多人对项目的关注 聚焦在移民太空能否成功 项目提供有去无回的单程票 甚至也成为一个营销卖点 但随着项目的实施 无疑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特别是项目必须的庞大科研团队 以及巨额操作经费 更是民间团队短期内无法解决的 对于这项计划 荷兰戴尔夫特理工大学的航空工程专家 马克奈尔耶表示很难实现 他说 火星一号计划携带许多器材与燃料 太空飞船将会很重 所以一次性发射的动力不够 也就是说需要多次发射 目前用于发射更重飞船的超大推力火箭 正在研发中 可能还需要约四五年 想在2023年就入驻火星不太实际 另外运送四名移民到火星 需要耗资60亿美元 目前仅靠这项计划征收的报名费 出售电视选秀转播权 募捐 以及出售相关纪念品等方法筹备 显得不切实际